一刻精选,好知识就在耳边 哈喽,我是罗沁颖 提到建筑大师贝玉明 在台湾很荣幸拥有三座他所设计的作品 第一间是东海大学的陆思义教堂 另外两间则是新北市巴黎焚画场 还有新竹市焚画场 这些你都看过了吗? 其实在日本知赫县也有一件贝玉明大师的代表作品 你晓得是哪一件作品呢? 一提起贝玉明,很多人会想到法国的罗浮宫 但其实他在日本也设计了一座美术馆 就位于知赫县的信乐山 也就是今天要介绍的咪哄美术馆 这是贝玉明大师在日本的唯一作品 他曾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全球十大建筑 身为一名华裔美国人 贝玉明想在日本建造一件充满东方意向的作品 所以选择了桃渊明的桃花源祭 作为设计上的主轴 为了让日本人感受桃渊明在桃花源祭中 望入之远镜,呼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的景象 贝玉明巧妙地把桃花转变为日本人所热爱的樱花 如果在春天樱花盛开的时候造访 一进到美术馆,便会被粉红的支锤银所吸引 在樱花步道的尽头有一座隧道 从入口处其实看不到尽头 必须转一个弯以后,才会慢慢透露出光芒 这也呼应了桃渊明文章中豁然开朗的意象 走出了隧道,你会先经过一个抛物线的吊桥 才会看到美术馆的建筑 密后美术馆的主建筑外观 远看像是一个合掌村的屋顶 但是一踏进美术馆里 仰望屋顶是许多三角形玻璃 还有光骨建构的骨架 柔和的光线渗入馆中 刚好呼吁了被玉民那句 让光线来做设计的名言 虽然被玉民说过 他并没有特别偏好哪一个形状 但是无论是罗浮宫的金字塔 还是密后美术馆的屋顶 从结构上来看 他确实很喜欢采用三角形 也因此有许多人都称呼他为 最热爱三角形的建筑师 当我们仰望密后美术馆的屋顶 层层叠叠的三角形造型 让光线从室外透入 形成清透的空间感和洒落的阴影 这都是一个美妙的诗章啊 密后美术馆是一座私人的美术馆 它是宗教团体神词秀明会的创办人 小三美秀子所设立的 而密后也就是美秀的日文发音 一面展出的作品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他的收藏 包括神道、佛教以及艺术作品 还有埃及、中国、罗马等古文物收藏 但走在美术馆里面 你完全感受不到浓厚的宗教气氛 这俨然就是一个收藏量非常惊人的正式的美术馆 小三美秀子当时找被域名做设计时 两人也是一拍即合 那时被域名已经设计完罗浮工了 正准备退休的状态 由于小三美秀子十分欣赏被域名的才华 因此大力邀请他远赴日本 建造这一座充满东方产意的美术馆 密后美术馆不只在建筑上十分成功 里面也有非常值得推荐的作品 其中一个堪称管方重量级的收藏 就是西元前1200多年前的埃及 荷鲁斯神像 而这个荷鲁斯神像最特别的地方 在于他使用的材质是十分的珍惜 包括神像的骨头是用银所做的 而肉体是金做的 头发折至青金石 眼睛还是水金制成 推测这应该是埃及高级神官所拥有的雕像 而大厅也另外展示了西元二世纪以后的后期创作 包括九神戴奥里索斯的马赛克雕像 其他还有亚洲文物 绘画 陶器 漆器 工艺等作品 密后美术馆的收藏品虽然数量不多 但却都十分精致 密后美术馆的建筑师贝玉明 出生于苏州的名门望族 他的父亲贝主仪曾担任中国银行副总经理 也是中华民国中央银行总裁等职位 身世显赫的贝玉明 从小就在家族耳濡目染之下 接受了许多文化与艺术上的薰陶 后来他到了美国求学 进而也开始了他的建筑生涯 贝玉明一生最为众人所知的创作 当然就是罗浮宫了 尽管现在罗浮宫是如此的知名 在设计当时却遭到许多人的反对 因为那时法国总统密特朗 并没有经过投标竞赛 而是直接点名贝玉明担任设计师 这样的点名令许多法国设计师感到颜面无光 他们心想 你怎么可以找一位外国的建筑师 来负责我们伟大的罗浮宫的新管设计呢 由于不是法国出生 让贝玉明遭到严重的抨击 再加上他又提出要以玻璃金字塔 作为罗浮宫入口的设计 对巴黎人来说 金字塔是法老王的坟墓 而玻璃金字塔也被批评为是通往死亡的象征 因此有好长一段时间 贝玉明走在法国街头 都会有人朝他脚里吐口水 然而他一点也不会畏惧 他坚信玻璃金字塔是最适合的设计 也能解决罗浮宫的动线问题 还好有贝玉明的坚持 以及密特朗总统的慧眼独具 才让这个建筑史上的天才之作 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 好在贝玉明在设计密宫美术馆时 就没有受到这么大的阻碍了 毕竟中国文学里桃花园纪的思想 在日本也早已深受影响 所以很快就能说服业者 不过虽然理念能够被接纳 但在新建时 贝玉明还是面临了许多挑战 密宏美术馆位于信乐山上 因此为了解决地形问题 贝玉明想出了一些因应之道 首先他先制造了一个特殊的入口 就是方才我们介绍过 有两排樱花夹道的隧道 再来隧道尽头 又拉出一座桥来衔接到主场馆 在尽可能不要破坏原有地形的考量下 他把建筑埋在地表下 并且在盖完之后 让土壤与树林又回到原处 恢复原始的样貌 因此建筑物外貌与周边的山林 融而为一 呈现出壮阔的山脉景致 参观完密宏美术馆的收藏品 以及建筑之后 很推荐你去看看 馆内的纪念品专卖店与餐厅 这里的餐厅是瞭望新乐山美景的绝佳去处 而且由于神池秀明会这个宗教团体 大力推广自然农法 所谓的自然农法 就是以对环境无害的方式进行工作 新乐山上也有很大一片的面积 都是处于神池秀明会的耕作农地 也因此餐厅里的食材格外新鲜 我最推荐你无农药无添加物制成的豆腐 豆腐的原料取自于北海道 而盐卤则是来自冲绳的宫古岛 很特别的是 这里的盐卤浓度高达17度 而17度的盐卤所制作成的豆腐有什么特色呢 来我先给你一个概念 据说如果是日本豆腐名店所制作出的豆腐 盐卤的浓度大概12-13度 因此一旦到了15度就已经相当好吃了 而17度盐卤所制作出来的豆腐 吃起来的口感更是十分绵密 让人感觉完全不像是豆腐的味道 若时间虚刻的话 你不妨在此停留 品尝一下餐厅的美食以及欣赏美景 至于纪念品商店 则贩卖了一些石器 生活杂货还有书籍 相当推荐你 馆方原创限量的咪吼瓶装葡萄酒 这里的葡萄酒除了采自然农法耕作之外 还摘选饱满多汁的葡萄 而制作的时候还会祈祷加持 因此每一年的限量制作都获得诸多奖项 甚至还荣获葡萄酒评比的大奖 所以咪吼美术馆的葡萄酒 也是许多品酒人士的收藏酒单之一 参观完咪吼美术馆之后 你可以到附近的琵琶湖走走 琵琶湖是日本最大的内陆湖泊 占有滋鹤县六分之一的面积 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生态保护 琵琶湖因为它优雅而柔和的美景 有所谓的琵琶湖八景 分别是不同时间与地点呈现的特殊景致 包含了代表烟雨的比瑞山树林 代表春色的静江八番水香 以及代表明月的燕耕古城等等 每个景色都值得细心欣赏 琵琶湖除了可以在陆地赏玩 也很推荐你沉船游览美景 这里最有名的观光船名叫密西根号 可以浏览琵琶湖的美丽景色 在现场音乐的演奏下 同时还能享用丰盛的西式餐点 而琵琶湖八景之一的燕耕城 是日本四座景存的木造城堡之一 已被列为日本国宝 可以看到日本古代城堡的建筑风情 站在燕耕城的天首阁上 远眺琵琶湖的辽阔山水景色 十分让人神经气爽 琵琶湖自古以来 也是日本历史悠久的晋江牛产地 晋江牛更与松板牛还有神户牛 并称为日本三大河流之一 而历史悠久的晋江牛 距今大约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据说早在日本战国时代 封城秀吉就曾以晋江牛 而宴晴打胜仗的功臣 等级高的晋江牛 肉质的双酱程度也非常的饱满 不仅油脂柔软 吃起来更是入口即化 是许多老饕向往的高级食材 来到琵琶湖一带 不妨去品尝晋江牛的肥美滋味 芝鹤县这一带 也是杏热梢的主要产地 像刚才我们从Mijo美术馆下山 一路就可以看到 许多杏热梢的窑梢工厂 杏热梢是日本六大古窑之一 这里的淘气 使用附近丘陵的优质土壤 成品呈现出温暖的火红色 是土与火融合下的艺术结晶 说起辛热梢最著名的雕像 那就是梨猫了 梨猫像也是在日本庭园或餐厅 常常可以看到的装饰之一 梨猫在日文中叫做Tanuki 它的意思也代表 可以把其他东西都除掉之意 因此深受商家的欢迎 暗喻可以把对手干掉的意思 也就是可以促进生意兴隆 而胖胖的梨猫带着斗笠 歪着脑袋 拿着酒壶 样子更是非常的可爱 喜欢陶玉作品或是梨猫的人 不妨买一个回家 当成纪念品的收藏 在这一集里 我们就像桃花园祭里的渔夫 造访了被玉米大师 所打造的咪后美术馆 见证了美妙的建筑工艺 还有品尝自然农法 所种出的甜美食物 附近琵琶湖的湖光山色 优雅柔和 不同时节造访琵琶湖八景 都能带给你截然不同的感动 走一趟 咪后美术馆的周遭景点 仿佛进行了一场心灵死霸 洗涤了平日生活里的喧嚣 也让你获得重新出发的勇气 下一集 我将带着你走访 赖户内海的地中美术馆 敬请期待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